现在市面上出售的成年的猫的商品粮食 基本上都是酸化食物 所谓的酸化食物就是四位猫之后排出酸性尿液 临床上发现成年的猫 特别是三到十岁上的成年猫 最容易发生磷酸安美的鸟粪食解极 此结石约占百尿结石猫的尿结石的90%以上 吃酸化食物使尿液维持到pH值6到6.5 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些结石的产生 幼猫比较脆弱 选择猫粮则需要格外的用心 它们在快速生长期和成熟期需要有充足的营养 这类猫需要大量的营养和热能 所以幼猫需要经过特殊配方的幼猫猫粮 这类幼稚的猫粮是主要以肉类为主要原料 同时要非常容易消化 还有大量的营养素 这是幼猫特殊的营养需求